恐襖 梆中医師 她是在花蓮玉里醫院精神科醫師 那一般我們區貨號都還很久對不對 而且你不可能跑到花蓮去 可是我們幫你找到 非常優秀的醫師 來為我們講從失眠到安眠藥 怎麼樣的 大家怎麼樣的運用 怎麼樣的適合您自己去調整 那我們是不是以熱烈掌聲 歡迎我們的孔醫師 今天非常榮幸來到這裡 也像我預期的一樣 聽眾大概都是比較有一點年紀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失眠這個議題 對年輕人來說常常不是問題 年輕人永遠睡不夠 然後早上我們看公園 然後出來散步的爬山的運動的 張家長李家短說你家那個懶媳婦 我家那個懶兒子都還在睡覺 這些都是我們上了年紀的 所以失眠這個問題其實蠻多的 蠻多就會有用安眠藥來應付 其實會造成一些很多的一些困擾 今天跟大家澄清一下很多臨場上的問題 好 我們在一般觀念裡面睡眠是做什麼呢 睡眠當然就是休息 可是在有的觀念上呢 睡眠會變成像死亡一樣的 那樣子的一個感覺 那我們更害怕的是在睡覺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 睡覺的時候不能控制自己想的 不能控制自己做的夢的內容 一切都不能控制 所以也是失去自我控制的一個狀態 這是我們的一個觀念上的一個想法 所以你看我們描述說 清晨是沉睡的大地會蘇醒了 這文學的形容詞形容的就是什麼 睡眠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宗旨 OK 這是一個睡神 他掌管睡覺的 他跑到這裡來一指你你就睡著了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想法 這幅畫裡面顯示的 這兩個神一個是睡神 一個是死神 他們是孫生兄弟 所以在一個人類更古的一個觀念裡面 睡是輕微的死 死是永遠的睡 所以在感覺上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是一個畢卡索的一個畫 他畫的就是夢 在夢裡面我們永遠不能夠控制夢的內容 我們不能夠控制夢的起伏 那在夢裡很多我們平常 不見的一些想法一些思考 通通都跑出來了 下面我們來看是誰需要睡眠呢 你看鳥需要睡眠 這個鳥很有意思 他睡覺的時候是一個腳抬起來的 如果我們到河邊去看那個白鹿 你看他什麼時候在睡覺呢 就是兩個腳一個腳著地 一個腳抬得高高的 把脖子歪到他的一個翅膀裡面 那就是在睡覺了 好 獅子也需要睡覺 這個狗狗也在睡覺 小娃娃也在睡覺 坐在車上也在睡覺 上課打瞌睡也在睡覺 警察坐在那邊巡邏 忍不住也睡著了 所以你看時時刻刻每個人 每個地方每個生活都在睡覺 我們在想說 如果說從一個單細胞 到我們高等的人類 通通都有睡眠的現象 人生甚至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花在睡眠上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睡覺 如果我們不睡覺 不是可以生命可用的時間 不是增加了三分之一嗎 好 上面那是蝙蝠 海豚 老鷹 是鷹類 鳥兒是一面飛一面睡覺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睡覺呢 有很多種講法 第一種是適應論 它是說 因為白天出去會被野獸吃掉 所以晚上出來的 晚上 我們如果說不能 白天如果是你睡覺 不能控制 就被別人吃了都不知道 所以晚上黑的時候 要躲著去睡覺 可以有利於人類的演化 可是為什麼不分 白天活動的生物 晚上活動的生物 他們都有睡眠的現象呢 所以應該不只是這樣 有人提出來說 是為了保存能量 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活動 都不能休息 那我們節約我們的能量 但是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尤其是做夢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耗氧量更高 那一種講法是說 排除有害物質 我們白天活動的時候 太多的有害物質 激沉在身體裡面了 趁著睡覺的時候把它消掉 那這個也沒有道理 也沒有道理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睡起來以後 感覺上這睡得不夠好 反而會更累的感覺 那有人認為是說 在睡覺的時候 腦細胞可以得到更新 所以這樣子是 讓我們自己保護 和生長發育都很重要 這樣子這麼多的想法 都是一種猜想 我們唯一知道的就是說 如果不睡覺會很不舒服 因為在實驗上 有很多的一個證明 就是說如果我們 讓這個人不准他睡覺 也就是說快要睡著就把它推醒 快要睡著就把它推醒 這樣研究最多最多能夠 經歷到四五天 就衝不下去了 就一定會睡著了 所以實際上來說 睡覺是我們非睡不可 為什麼 這是我們現在科學界 而且是精神醫學界 我們認定一個腦心的理論 在一個腦心的理論 大腦是所有精神活動的物質的基礎 我們的喜怒哀樂 我們的動機 我們的慾望 我們的行為 通通都是大腦在控制的 當然睡眠也是大腦在控制的 那所謂的一個心靈 所謂的一個自我意識 這個都不能脫離大腦的一個運作 換句話說 沒有大腦就沒有這一些了 沒有大腦的存在 就沒有心靈的存在 這是一個腦心模型的一個講法 這個如果用一個簡單的一個比喻的話 我們可以看 池塘裡面水波是平平的 當我們丟一個石頭下去的時候 就會有波浪 就是那個漣漪就飄飄飄 我們說 存在了一個波動的一個現象 水波 如果池塘裡一滴水都沒有 會有水波存在嗎 如果海浪 沒有一滴海水 會有海浪嗎 所以如果沒有大腦 會有大腦運作的那些心靈現象嗎 喜怒哀樂等等等等等等 在腦心理論上認為是沒有的 所以睡眠 做夢 清醒 這個是三種很正常的一個 腦心的狀態 我們平常都是很清醒的 我們知道人實地 我們可以做計畫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是當我們昏迷過去的時候 比方說車禍 腦受傷了 這個人醒不過來了 這是一個昏迷了 對不對 這是一個病態的 這是一種病態的一個 腦心的一個狀態 可是我們正常的腦心狀態 不只是一個神智清醒而已 我們上課都有這種經驗 上課的時候你很專心的聽 聽著聽著 你就有點模糊了 模糊模糊 你就覺得那個聲音 好像就越來越小聲 接著你就睡著了 那睡著了 如果那個點著說 那名男同學 你回答問題 一下子就驚醒了 所以你就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你的腦心狀態 就從清醒 進到一個潛睡 接著又驚嚇 回到一個清醒 那如果在熟睡的狀態之下 會進到一個做夢 做夢又是另外一種 完全不同的一個 腦心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的睡眠 實在是一個大腦 在一個運作的一個方式 睡眠的結構是這個樣子 我們從最右邊看起 最左邊看起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也很清楚 所以滿高的 接著我們就慢慢就睡著了 睡著了就靜下去 靜下去睡著的時候 我們看整個的睡眠狀況的時候 為什麼常常會有 清醒的跳起來的那個呢 那個就是我們在做夢的一個階段 在做夢的時候 大腦的活躍程度 跟驚醒的時候差不多 那個時候大腦的耗氧量很高 那做夢我們有時候記得 大部分時候是不記得 你正在做夢的時候 要不然你搖醒很困難 但是醒來的時候 你會告訴自己說 這個夢太好了 我一定要記住 但是接著就忘了 就完全的就不記得了 好 後半夜夢比較多 前半夜夢比較少 所以從這個也可以看得出來 睡眠大致有兩種結構 一種是做夢的階段 我們叫做快速動眼期 英文它用REM這簡單的一個代謝 另外一個就是 非快速動眼期 就是普通的一個睡眠的一個狀態 那八個小時的睡眠 我們平均大概要分到三個小時 用在做夢 我們常常在門診有人來抱怨 我都睡不好 整晚都在做夢 可不可以讓我不要做夢 不要做夢不是一個好現象 有一些生病的人是不會做夢的 有一些生病的狀態 是沒辦法做夢的 但是通常這個做夢是人體所必須的 所以如果我們因為生病 因為吃安眠藥而抑制了我們的做夢 當我們幾天以後 你就會眼睛一閉就開始做夢 因為REM的階段迫切的需要 需要出來 那現在的研究是認為說 我們很多的學習 學習 學習 不只是讀進來 背進來 常常在睡眠的狀態之下 大腦可以經過一個重整 可以讓你的學習比較固 比較穩固下來 所以睡眠和做夢都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人在中間 我們人大概做夢的時間 一晚上大概也 大概八個小時裡面 大概兩個小時在做夢 你看左邊的這些動物呢 是做夢的比較長的 比較長的 像老鼠啦 像這個幼鼠啦 這個 傳山甲等個蝙蝠啦 他們是做夢做很多的 那這邊是做夢做比較少的 像馬啦 這個海豚啦等等 這是告訴我們說 做夢這個現象 不是只有人類才有 不是因為說我們是高等生物 所以我們才做夢 不是的 這個階段是全部生物都有的 那 在REN階段 也就是快速動演期的時候 是一個做夢的階段 這個話也很有名 這也是比她說的話 這個人 這個女生在睡覺在那邊做夢 在那邊做夢 那REN階的時候 腦部非常的活躍 那我們主觀上 會告訴自己說自己在做夢 那其實是因為很多 很多白天 或者是以前基層的那些資料 那些星象 那個時候 在腦袋裡翻滾 所以片片斷斷的 完全沒有條理的 翻滾了一陣子 接著等你醒過來的時候 就完全的忘記了 有些人說 正在睡眠的時候說 我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迷迷糊糊的用筆把它記起來 第二天一看 寫的真的是不知所言 完全不知道 他在講些什麼東西 那有人 以前那個精神動力學派 會解夢 把夢的內容 拿來跟白天的一些 發生的一些事 建立起 觀念一些 那目前來說 我們會說這樣子的做法 沒有 確切的證據 沒有確切的證據 所以當然日有所思 夜有所思 當然那些 那樣子的資料 就會在你的腦袋裡出現 既然白天出現 晚上在那些資料翻滾的時候 它就比較優先會跑出來 可是也不見得 有的時候我們會夢到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都覺得奇怪 我都不記得 為什麼在夢裡又跑出來了 那 我母親過世大概五年多了 那 我們過年的時候 兄弟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高興地講說 欸 我兩個月以前還有做夢夢到媽媽 欸 那位其他兄弟就會講說 有的說好久沒夢到 所以前一陣子我也有做夢夢到 我想說人怎麼叫活著呢 人死了就完全死了嗎 我想等到人家都沒有夢到你的時候 你就真的死了 你真的死了 那就是這樣的存在 就完全的一個消失了 如果你還投影在某個人的記憶裡 那你還沒有完全的消失 好 正常的睡眠 一般來說 我們大概都睡七八個小時 範圍可大可小 拿破人說一天睡四個多小時 所以拿破人成為一代的偉人 可是我也知道 有一些睡得很少的人 沒有成為偉人 這個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 做夢這個階段 REM這個睡眠 這兩三個小時是一定有 一定要的 所以那一天 如果說你只睡了五個小時 你也要花大概兩個多小時來做夢 所以我們前面講那個正常的睡眠 那做夢的階段都集中在後半段 如果我十一點鐘睡著 三點鐘就會吵起來了 不能夠繼續完成這個睡眠 表示我今天 這個 REM的階段 還沒有得到滿足 所以第二天 如果我睡的話 當然是蠻累的 第二天很早就會睡覺 但是我一睡呢 很快就會進去做夢 因為要把那個 要把那個階段趕回來 好 認為說 睡眠的時數應該要固定 應該要永遠正常 這個想法其實不太合理 我們每天 是不是都能夠做到十點鐘睡覺 早上六點鐘起床 很慢 如果我們固定的想要要求自己這樣子的話 就會覺得自己有病了 怎麼做不到呢 其實沒有什麼人可以做得到 因為他跟著我們的年齡 身體的狀態 情緒的狀態 你的生活型態 外在的社會的需要等等 都會影響 年紀大的人睡得少一點 小娃娃睡得多一點 你上夜班的 那你就白天就得去睡 因為你晚上要起了上班 那你大夜輪了幾天 你要輪到白班去了 結果一換班又麻煩 調不過來 那你坐飛機坐到美國去 你到那邊 你認為應該是晚上了 結果人家那裡還是白天 這時差又很難調 所以外在的需求 客觀的環境 都會影響到我們睡眠 影響到我們睡眠 如果我們像我們的老祖宗一樣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在一個村子裡過了一輩子 每天早上就是聽雞叫 晚上星星出來了就可以睡覺 那樣子也許可以做到 但是在這個社會是不太好 我們看一看 不同年齡需要的一個睡眠 最左邊這是小娃娃 你看一到十五歲的小娃娃 一天二十四小時 她可以睡個十六個小時 我們說 一睡就大一寸對不對 睡大一米 一米大一寸 這個台灣話講得不太好 但是我們看 小娃娃她睡的一半的時間 要在那裡做夢 小娃娃你看她睡著 嘴角還會笑耶 睡一睡怎麼莫名其妙地哭起來了 她是不是在做夢 說不定真的在做夢 好隨著時間變了 我們等到一個成年了 等到十二十歲前後的時候 她的睡眠就大概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大概花兩個小時來做夢 那對於我們五六十歲 七十歲的人呢 你瞧一瞧 我們的睡眠時間已經跌到六個小時 甚至五個小時來了 那而且老年人更困難的一件事情是 睡不熟 睡不熟 然後晚上覺得我在躺下去沒多久 怎麼搞的就醒了 再也睡不著了 三四點天還黑著呢 好不容易天到天蒙蒙了 我們就睡去散步 滿街都是白頭髮的 因為黑頭髮都在這家睡覺 但是活動活動回來呢 十點十一點怎麼搞又累了 坐著坐著又睡覺了 那下午又睡一下 晚上看著電視奇怪了 上床睡不著 看電視照睡得不錯的 看著電視又睡著了 所以老人有一個特徵 我們在睡眠呢 淺 短 很多次 很多次 那如果說對這樣子的形態 你不滿意 說我年輕都可以睡得那麼好 為什麼現在反而睡不好 大概是生病了吧 那樣子這樣的想法 那就會滿痛苦的 所以老了要扶老 我們要曉得我們自己 年紀大的時候 一個正常的一個睡眠的狀態 睡眠波抖的後果 這樣子的一個實驗 我們如果接上腦波 接上腦波 睡眠和清醒跟做夢 那個腦波的形態 是非常的不同 所以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就給你接好腦波 然後請你去躺著 你就睡覺了 當那個腦波一顯示 你要睡著的時候 就把它搖醒 搖醒他清醒過來 清醒過來接著 他會麻煩一呼又要睡著 一看那個腦波又要睡著 再把它搖醒 這樣子的實驗 叫做睡眠波奪 幾乎沒有辦法超過五天 到最後你怎麼咬他 怎麼咬他 他一定馬上去疊進去睡眠 而且馬上就開始做夢 如果你嚴重地 剝奪他 始終不能夠得到睡眠的話 會身心崩潰 甚至會有幻覺妄想 你要知道 那個電影上也常常看到 我們在審問戰俘的時候 應用的方式 就是不給他睡覺 到最後他整個意志 整個崩潰的時候 你要我講什麼 我都老老實實跟你講 只要你啃給我睡覺 只要你啃給我睡覺 所以我們為什麼非睡不可 那是因為睡眠剝奪實在是太過的痛苦 所以我們非睡不可 但是偶爾睡不好 事後這都是可以彌補的 這不像我們說 疊斷一條腿 腿斷了接不回來 一天沒有好好的睡覺 第二天就呼呼 就好好睡一下 就補回來了 剝奪掉他做夢的REM也是一樣 事後他馬上就補回來 因為他一躺下去 他就開始睡 開始做夢了 好 我們現在來談一下失眠 失眠 你看這些神仙裡面 神仙都睡得好好的 就是一個神仙睡不著 這個神仙一定很痛苦的 失眠是不是病呢 是不是病呢 我們這樣講 失眠應該是一種生理現象 是一種我們不喜歡的生理現象 不過你要說他是病 或者不說他是病 這就有一點主觀的因素了 好 所以我們臨床上怎麼講呢 睡不著 數鬧鐘 鬧鐘滴滴答答的響 失眠其實是很常見的一個現象 我們大概十個人中 有兩個人會常常失眠 這個常常失眠 大概一個禮拜會失眠個一次兩次 甚至更多 兩個人偶爾失眠 偶爾失眠可能是一兩個禮拜 就會失眠一次 一個人過去曾經失眠 所以大概只有一半個人 免於失眠的痛苦 好 那都市化越厲害的地方 失眠的比例也越高 因為我們的生活型態 通通都受到外面的控制 外面的控制 明天要起早 因為有一個什麼時候的活動 今天有一個夜遊的活動 今天吃喜酒 鬧了很久 晚上十一二點才回來 等等等等 這樣子的很多的一個 都市的一個交通的 交通聲音很吵 鞭炮響 外面小孩子 貓兒打架 小孩子吵鬧 讓我睡不好 等等這些很多很多 這些都市化的一個因素 都會讓我們 失眠的一個比率 比較高一點 比較高一點 所以幾乎說 這是一個文明病了 那 剛剛說 失眠是一個生理現象 我們不喜歡的生理現象 那怎麼樣叫做 算是一個病呢 我們不願意用病這個名詞 我們這樣說好了 什麼狀況下這個失眠 可以接受醫療的協助呢 那第一個睡不著 上床三十分鐘還沒辦法睡著 而且很焦慮 如果你睡不著 心裡並不焦慮 那也沒關係 也沒關係 那三十分鐘 難道我上床的時候 要拿一個碼錶嗎 拿一個碼錶 一看十分鐘了 一看又十分鐘了 那樣子 你永遠不會睡著的 因為這個叫什麼 這叫打卡 打卡 如果你在睡覺的時候 幫自己打卡 時時在那邊看說 哎呀糟了 都過了二十六分鐘 又三十秒了 我還沒睡著 糟了已經三十一分了 已經超過了怎麼辦呢 這樣你正在打卡的時候 你絕對不可能睡著 絕對不可能睡著 因為你那時候 非常的緊張焦慮 或者是 你半夜醒過來 超過半小時 起來上個廁所回來 就睡不著了 起來莫名其妙 一個夢醒過來 嚇一跳 又睡不著了 超過半小時 或者你整晚睡眠時間 少於六個小時 這當然是說 平常八個小時 現在少於六個小時 第三個條件是 你因為晚上的失眠 白天覺得很累很累 白天心情很不好 白天的功能 變得比以前差 昨天沒睡好 今天上課 聽不下 考試考得很差等等 這樣就失眠 每週超過三個晚上 持續好幾個月 所以這個頻率也是一個要素 實在來講 真正要符合 這樣子的失眠條件 其實不容易 我們大部分的失眠 都是比較短暫的 所以我們常見的一些 失眠型態是怎麼樣子 有的是短暫的失眠 有的是比較慢性的失眠 我們來看一看 短暫的失眠 有一些是身體的因素 下午睡了太多午覺 晚上五點又不小心喝了兩杯咖啡 喝了茶 頭痛得不得了 那個鼻涕一直流 一直咳嗽 躺下去就一直咳 這個身體因素 會讓我們短暫的睡不好 心理因素 明天要考試 明天要去找工作 要第一次的面談 明天要相親 等等等等 或者前一天看恐怖的電影 恐怖的電視等等 心理因素讓你睡不好 也是有的 環境的因素 那出去玩 第一天晚上 這個旅館五星級 還是睡不著 因為換了環境 那晚上冷氣壞了 熱的怎麼能睡得著呢 挑床 換了寢具 不適應等等 所以這些因素 會造成我們短暫的失眠 短暫的失眠就是 一晚上了不起 兩晚上 那這種狀況 第二天蠻累的 蠻累的 那第二天你好不容易蹭 終於蹭到 下午五六點了 趕快吃個晚飯 接著就躺下去就睡了 睡了 狠狠地睡了十個小時 就完全好起來 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我們常常發生這樣的狀況 這是不是病 我們只能說 那一晚上兩晚上失眠了 這個不能叫病 好 短暫的失眠怎麼辦呢 睡不著就別躺著了 我的失眠經驗其實是蠻豐富的 我們以前大尊聯考是 競爭蠻激烈的 那時候三十多年前 我連考那時候第一天 前一天晚上 因為平常都開夜車讀書 就只有前一天晚上 九點鐘不到 媽媽就說明天要考了 不要躲了趕快去睡吧 就躺下去睡 睡不著 所以第二天進考場的時候 是飄著進去的 飄著 就好不容易考完了 回來以後 也不用讀第二天的 就跑去睡覺了 還好考上了 那考前失眠的這個 很常見 所以如果睡不著的時候 就要起來 我後來的經驗就很豐富了 那睡不著就爬起來 爬起來看書 越枯燥的書越好 那不能看金庸 看金庸是讓我失眠的 一個重大因素 那以前那時候看金庸 五大冊看了三冊 實在不行了 已經四點了 非睡不可 那躺下去頭痛得不得了 那個劇情起伏 好算了 再起來再把剩下兩本 也看完好了 所以這就是刺激性太強了 所以要早 找教科書來看 看著越無聊越好 接著就明明糊糊 就睡著了 安靜的活動 等待睡以來 也許如果手邊 正好有短效的安眠藥 可以吃那一晚上 可以吃一下 其實安眠藥的作用 就是這個時候最好用的 那第二天 你一天儘量不要睡午覺 以免擾亂了你整個的一個 睡眠的一個形態 很怕的就是 我前一天沒睡好 我第二天早上十點十一點 我非要去把它補 補睡不可 終於睡著了 那睡著了 那第二天再到晚上那怎麼辦呢 你白天才睡了五六個小時 那到晚上十點 你想說我正常睡眠時間 該睡了吧 又睡不著了 那就變成前一天的晚上睡不著 今天的晚上又睡不著 樣子這個形態就累積下去了 所以如果有一天沒睡好 我熬也要給它熬過去 以前我也指過大夜班 那大夜班第二天 就是你要回到普通的模式的話 你就是給它撐 撐到晚上大概六七點才去睡 才可以很快地回到本來的模式 第二種 心情適應不良短期失眠 我們人碰到重大的生活危機 那陣子心情上起伏非常的嚴重 生離死別 失戀離婚 受傷 考試失敗 失業等等 那時候會有好幾個禮拜 甚至一兩個月 心情不好 睡不好 那這一兩個禮拜的話 那常常會有一些憂鬱的身心症狀 比方說吃不好 胃口不好 那這種狀況之下 這一段的時間 可能安眠藥物 或者是抗憂鬱的藥物 是有幫忙的 但是這個藥物 只能夠吃到這一段時間過去 接著你就要慢慢把它調下來 好 回到原來的一個型態去 比較怕的就是 如果你習慣了 一個月吃下去 兩個月吃 三個月 一直吃下去 你就變長期吃安眠藥了 就比較麻煩 這個危機處理比較重要 那人生就是起伏嘛 有高有低 在低的時候 睡不好吃不好 這是病嗎 是病嗎 我們另外一個 常考慮的問題就是 失眠是不是病 這是值得推敲的 請問生活不快樂是不是病 這也是值得推敲的 那誰能夠永遠快樂呢 那碰到不如意的時候 不快樂一兩個月 不是也蠻正常的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耐心的等待 這個不快樂的階段過去 所以雖然失眠是這個階段 常見的一個現象 我們也要小心的應付 讓他過去 好 慢性失眠 這種就比較麻煩了 某些因素讓他開始失眠 開始失眠 他調適不良以後 他就長期的 失眠變成 他是一種生活的習慣 這樣的人 很怕上床 因為他上床的時候 他擔心說 我這個禮拜 幾乎都沒好好睡著過 那我現在躺下去能睡著嗎 我要努力 今天要好好的努力 一定要睡著 當我們在努力的時候 那心情大概不可能平靜下來 所以這個人躺下去的時候 他就手錶一直看 成功了沒 睡著了沒 睡著了沒 那如果說家裡那個鐘 是會滴滴答答響的那種 他就會聽到那個聲音 真的是生生入耳 很針刺的一樣 那當天沒睡好 那第二天上班的時候打瞌睡 坐公車的時候打瞌睡 開會的時候打瞌睡 會受到很大的一些不舒服 一些損害 這個是我們常見到 他們會用安眠藥來應付 安眠藥短期看起來有效 長期來說效果就過去了 有一些人甚至用喝酒的方式 來幫助睡眠 那我狠狠地灌他 一小杯高粱下去 昏昏沉沉的總睡著了吧 那第二天是不是還要一小杯高粱呢 那再過一陣子 一小杯就不夠了 就一大杯了 這也是一種比較麻煩的狀況 好 慢性失眠 像剛剛那樣子 哪一些可能的原因呢 有人說是你身體太過緊張 繃得太緊了 那有的是說你思考想太多了 每天晚上睡覺以前 把白天所有的擔憂的事情 把這輩子所有的不如意 這輩子所有的煩惱 都重新到 從頭到尾再想一遍 那就很難睡著了 那睡前的思緒太活躍 這個我就經驗豐富了 我很喜歡上網去下棋 下棋 越是夜深 沒有人打擾 嚇得越過癮 那下棋是腦子很活躍的 所以嚇到最後 真的就睡不著了 因為滿腦子就是那個棋譜 在那蹦來蹦去 我那一刻如果沒能下錯 這盤不就贏了嗎 怎麼就這樣就輸了呢 那想一想躺一躺 再去報仇好了 反正那邊又有一個睡不著的 就把它叫出來 就透過網路就可以下棋 太過活躍 睡前看電視 看那個恐怖緊張的 那個追殺的 那個幽靈的等等 你要睡著 這個也很難 也很難 最可怕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他越努力要睡著 就越睡不著 努力 是要一個很清醒的狀態之下 才能努力 我努力讀書 我努力想這個事情 結果越努力 我努力要睡著 那就越清醒 所以慢性失眠的人到最後呢 他自己沒辦法應付 他就用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 那藥物治療其實是 應該擺在最後 行為治療應該最重要 行為治療有幾個要點 就是睡眠環境的控制 睡眠環境控制 比方說 在睡眠的環境裡面 當然就應該要安靜 臥房的佈置要簡單 如果你臥房 又是看電視的場所 又是上網的場所 又是寫信的場所 又是打電動的場所 那你臥房對你的連結是什麼 是一個活動場所 而不是一個睡眠的場所 所以如果你每次進了臥房 接著躺下來就是睡著了 你久了以後 你會制約 進到臥房 馬上就會打呵欠 那上課打瞌睡也是一樣 你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登一關 老師那個powerpoint一打 接著你就瞌睡著了 第二天也是這樣子 三五次以後 你一進去 只要不管這個課程有沒有去 只要登一關powerpoint 那個藍藍的螢幕一出來 你就開始點頭 這是一種制約 這是一種制約 所以我們要減少不好的制約 增強好的制約 所以睡覺 臥房就是用來睡覺的 那你說 我現在哪有那麼大的地方 我就是小套房 去小套房那怎麼辦呢 那很簡單 你在睡覺的時候 要把這個布置稍微 重新換一換 每到你要 你電腦上完了 睡覺的時候 把這個電腦收起來 床部鋪起來 整個環境 換成一個睡覺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避免躺在床上 看偵探小說 因為你躺著變成一個 看小說的一個連結 而不是一個睡覺的一個連結 那認知的治療也很重要 正確的認識睡眠 減少無畏的焦慮 我們最大的焦慮就是什麼 糟了 又睡不著了 接著就說 這下子怎麼辦 明天就完了 接著就 不算是明天就完了 我的人生 竟然連個睡覺都睡不好 那我的人生 還有什麼希望呢 我人生就這樣子 就失敗下去了 那當你腦袋裡在那邊 翻這個想這個想那個時候 我想大概不可能睡著了 不可能睡著 所以我們要正確認知就是 睡眠是一個正常的生理現象 失眠也是一個我們不喜歡的 偶爾出現的生理現象 失眠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這個人因為睡不著 而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沒有的 沒有的 那曾經有失眠的人堅持說 我是不可能睡著的 醫生你不曉得 睡眠對我來說 是永遠追求不到的一個夢 那你再問問他 你就發現他 他坐公車也會睡 來聽失眠的演講也會睡 也會睡 那上課當然跟我們不要講也會睡 可是躺在自己的床上 就不會睡 所以不可能是藥物的問題 一定要把這個 不良的這種環境的連結 不良的這種制約 要把它扭轉過來 好 安眠藥 我們看一看 這個人是一個憂鬱的狀態 就是長期的嚴重的不快樂 憂鬱狀態 我們心情憂鬱的時候 常常會伴隨失明 憂鬱症 憂鬱症 今天不是講憂鬱症 只能稍微說一下 不快樂是不是病 如果你承認說不快樂是一種病的話 OK 好 那你就有憂鬱症 憂鬱症 那我們幾乎每個人 在這一輩子的某個階段 我們都會得到憂鬱症 我們都會有病 那樣子我們精神科很高興 因為每個人都是我們的病人 那如果我們說 不快樂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它來的時候 我就要耐心等待這個不快樂的階段過去 然後回到我本來這個階段 那我在不快樂的階段 我也許會到精神科接受一些協助 但是不代表我就是一個病人下去了 我是比較喜歡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雖然對我們的生意會有一點差 不快樂的時候睡眠常常會受到影響 我們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要用抗憂鬱劑 助眠劑 心理治療 認知治療等等 我們耐心的等這個階段過去 其實說老實話 不治療 常常也會過去的 年輕人常常會失戀 年紀大的人忘了失戀怎麼滋味 不過年紀大的人 先生太太會吵架 小孩子會不孝順 那種的不愉快也都有的 那不愉快你說完全都不治療 你看失戀的人 這失戀的人痛苦個兩個月 接著眼睛就亮起來了 這些天邊的芳草 就紛紛都出現了 就自己就好了 所以在不快樂的時候 我們等它過去 讓我們回到生命本來的一個軌道 這是一個正確的一個應付的態度 好 這是喝酒的人 吸鴉片的人 藥物濫用和酒飲 常常會伴隨著失眠 安培他命這一類的中樞神經刺激劑 或者骨科卷這一類的 你吃了當然不會睡 當然是睡不著的 那個墾丁春娜 然後芙蓉那個他們在那 那就搖頭完什麼 一下去可以三天三夜不用睡 張惠妹唱那個歌什麼 他要三天三夜要快樂 好 在那個階段 睡眠中樞完全被壓抑了 那之後他就狠狠地 一直睡一直睡 好 在那個階段 如果說他不是為了睡眠 他是為了要其他的 他是為了他的快樂 為了他的一個有精力做事情 其實他做完了以後 到晚上他想要睡覺了 他不可能睡著 睡不著了 那必須怎樣 就用安眠藥 用酒 小心壓他 讓他睡著 睡著 睡著第二天迷迷糊糊的怎麼辦 再用一點安非他命 精神又好起來了 這樣子的惡性循環 這個病這個人 所以要飲酒飲的人 也會睡不著 這個鎮靜劑 叫做benzodipin 就是BZD這一類的藥物 是絕大多數現在使用的一個 安眠藥 抗焦濾劑等等 它屬於中樞神經的抑制劑 它的作用跟酒精很像 但我們不自覺的使用的過程中 會影響到我們的睡眠的模式 睡眠的模式 有時候不知不覺的 你就會睡眠受到擾亂 那酒精短期對睡眠有幫助 長期對睡眠有害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酒醉過 那你酒醉過 你那天晚上睡著 就明明糊糊的很不安寧 睡的時間明明很長 就第二天覺得好累好累 所以如果用酒方式來促成的睡眠 那它對於那個快速動眼期 也就是REM的階段 那個才影響很大 所以你結果 你睡著的時間也許很長 你第二天完全沒有恢復的感覺 完全沒有恢復的感覺 假性失眠 這個是我們年紀大的人常用的 那老先生來門診說 我睡不著啊 我睡不著啊 旁邊那個老太太說 你打呼呢 吵死了 我哪有 我哪有 我整晚都沒睡著 一躺下去你就打呼 害我睡不著 你再來囉嗦 這假性失眠 假性失眠是 對於睡眠的一個自我的認識 有差 損害了 所以他來找你 說我嚴重的失眠 那我就我們到睡眠實驗室裡來 給你在這裡 在我醫院裡睡好了 給你接上腦波都給你接 你就可以到時候拿錄影帶給他看 你看你一躺下去你就睡了 你的腦波馬上就進到睡眠階段了 你睡得好得很啊 他說沒有那不是我 我明明就是整晚都沒睡 這個真的沒轍 真的沒轍 你要不要給他吃艾民藥 吃艾民藥對他來說 其實損害更大 對啊 氣質性的原因那就很多了 各種的內科疾病 包含癲癌病 所有的影響到大腦的疾病 都會影響到我們的睡眠 還有很多的內科的藥物 也都會影響我們的睡眠 那有的時候治療身體疾病 治療好了 睡眠就比較好一點 那最近我們的前總統 那個扁總統 他還開始有睡眠 呼吸停止的一個狀況 那很多肥胖的人會打呼 呼呼呼呼 打他呼一呼呼一呼 一下就沒聲音了 沒聲音他好像快要悶死了 悶死了就這樣 呼呼 又開始呼吸起來了 因為他肥胖造成他的那個 喉頭那邊的那個結構會卡 正好卡到他的一些器官 等到他血氧不夠的時候 他很悶的一衝 把那個給衝開又開始睡 那有一些就需要去做外科處理 把它弄開 很嚴重的甚至呢 甚至整晚要帶上一個 鎮壓呼吸器 也就是說我不管你要不要呼吸 我就固定的把氧氣去打進去 打進去 打進去 這樣子的 那這些都不是輕易的吃安眠藥的 可以解決的 那很多臨床藥物 中樞神經刺激劑 中樞神經抑制劑 甚至其他的很多 通通都會影響到 因為尤其我們大腦的神經傳導物質 很多種類 那現在的藥物 大部分都是 針對神經傳導物質 而做的影響 有的時候不經意的 就會被影響到 你就睡不著了 精神病 包含精神分類病 或是躁鬱症 或者是嚴重的一個憂鬱狀態 或者是老年痴呆 妄想性的一個痴呆等等 他在症狀不穩的時候 也都會有睡眠障礙 我們常常在精神病人裡面 我們常常看他 他精神病會發作的一個 最早的一個特徵 就是他的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有改變 這反映了什麼 反映我們睡眠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腦心的現象 所以這個腦心的狀 腦子的狀態在改變的時候 他的精神現象 當然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治療的精神病 也許比治療失眠要優先 優先處理 好 怎麼樣要睡得好呢 那有十個 我整理了十個訣竅 第一個是想睡才上床 難眠誤賴床 上床睡覺不是一個責任 不是一個責任 並不是說糟了 十點整了 小孩子趕快給我上床睡覺 從小媽媽就是告訴我們 十點鐘一定要上床睡覺 那你以後你如果十點鐘 你精神飽滿 你還硬要去躺著睡 那不太可能睡著 所以我們寧可等到 你很想睡的時候才上床 如果睡不著的時候 就不要賴床 與其躺在床上數饅頭 數眼前那個金星 一顆顆眼冒金星 再慢慢數它 在那邊數羊 一個羊跳過去 一個羊跳過去 我已經數到五百四十二隻了 怎麼搞還沒睡著等等 與其在那邊賴床 不如就趕快起床了 減少你睡在床上 睡不著那個時候的擔心 焦慮這個程度 清晨定時起 睡眠是一個制約的一個習慣 如果我晚上六點睡著 我早上六點起床睡十二個小時 你看這多幸福啊 晚上十點鐘睡著 早上六點起來 這多正常啊八個小時 那我晚上三點鐘睡著 我早上也六點鐘起床 這多不幸啊 可是你還是要六點鐘就起床 如果你的起床時間 習慣是六點鐘的話 免得怎麼樣 免得我今天好不容易 三點鐘睡著了 我就給它睡到中午十二點 那你再來的晚上十點 大概就睡不著了 就擾亂了 如果你習慣是六點鐘起床 你三點鐘終於睡著了 你六點鐘起床 你那天三個小時 足夠你白天的活動 不會闖大禍了 但是你那天你就覺得說 你迫不及待的 就等著晚上來 等著晚上來 九點十天你就可以睡了 睡到第二天六點就起來 你就很快地回到 你原來的一個睡眠的一個 一個形態 睡眠的一個模式 那 那 那你叫我不要睡午覺 我中午累怎麼辦 所以這完全是 人比人氣死人 人比人氣死人 你自己問你自己 你是不是有睡了午覺 當天晚上你就不好睡 如果有這個狀況的話 勸你 就不要睡午覺了 就不要睡午覺了 如果說你睡午覺 晚上也是照樣睡 睡得著 那你就安心地睡啊 那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不要跟別人比 要跟自己比 如果 你真的有睡午覺的習慣 要定時 定量 你那個午覺 不要有的時候是十二點睡 有的時候是三點睡 有的時候是四點睡 那樣子會影響到 你當晚的一個睡眠 嚴重失眠的狀況之下 根本就應該避免 避免要睡午覺 因為治療失眠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就是 剝奪睡眠 好 我們後面會提到一下 遠離煙喝酒 少用咖啡茶 飯後一支煙是快活式神殿 可是睡前一支煙 對於睡眠實在是不太好的 喝酒也是一樣 少量的酒 對於短期的睡眠 好像有幫助 長期喝下去 就沒有幫助了 那咖啡和茶 你自己看著辦吧 你如果長期有喝茶 喝咖啡的習慣 你自己就會摸出來說 我什麼時候喝咖啡 會影響睡眠 什麼時候喝咖啡 不會影響 像我個人的話 下午三點以後 我就不敢喝了 就不敢喝了 那要喝的話 就僅僅就是 早晨起來喝那一杯 那撐到晚上的時候 大概正好用完 那有的人是一天兩杯 早上一杯 下午兩三點一杯 那你晚上十一二點睡覺 也還好 這完全是看你自己 你就不要晚餐的時候 今天晚餐去吃Buffet 這個不喝百不喝 這是高級咖啡 不喝好可惜 那你後來 今天晚上睡眠 你就要付出代價 就要付出代價 這很自然的 茶也是一樣的 喝怎麼樣的茶 會影響到你的睡眠 你自己久了就會摸出來 運動 運動很重要 規律的運動 睡前不要運動 不要我進去跑個八百公尺 然後再回來躺著睡覺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每一天的精力 做辦公室 有時候消耗不掉 我們要走路 爬樓梯 跑步 游泳 打個球等等 那最好是在黃昏以前 就完成這個運動的一個活動 身心要安寧 這個就要看本事了 看本事了 我們管不住自己腦袋裡想什麼 躺下去的時候 有人習慣 烏日三省烏深 他通通在睡前來檢討 通通在睡前來檢討 我這輩子就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 還如此的潦倒 這怎麼辦呢 台北的房價 這樣子一直衝上去 我怎麼辦呢 這兩天股票又跌了 那我怎麼辦呢 孩子又不孝順 我怎麼辦呢 睡前你就開始來檢討 這一輩子的事情都要檢討 那大概很難啦 所以身心要安寧 這其實是有很多種方法 很多方法 那打坐 瑜伽 練呼吸 調 超絕靜坐 等等等等 很多種方式 很多種方式 自己會學會自己 讓自己最平靜的一些方法 我們學醫的 在學理上是有一些方法的 學理上是說交感神經活躍的話 那會心率加快 血壓上升 然後臉會潮紅 肌肉會繃緊 會影響到睡眠 如果副交感神經比較活躍的話 你就會心率變慢 然後呼吸變慢 血壓降低 所以副交感神經活躍 比較有利我們的睡眠 那我們怎麼樣才能夠 讓我們的副交感神經 比較活躍呢 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吸氣 慢慢地吸 吸到飽的時候 我們就慢慢地吐 花很長的時間 一點一點地吐 當我們吐完的時候 我們又慢慢慢慢地 把它吸起來 吸到好像要飽的時候 我們停一下 然後再慢慢慢慢地 給它吐出來 當我們吐了一陣子以後 我們接著就再慢慢慢慢慢慢地 給它吸進去 吸進去以後 我們再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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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睡著了 大概就睡著了 所以當你的腦袋也在那邊 考慮孩子不孝順 今天那輛公車 我一衝到的時候 它就跑了 竟然不等我 當你在氣那個的時間 你把那個注意力 專門集中在說 我現在吸氣吸到快飽了 我現在慢慢快要吐完了 當你握在床上的時候 當你久了以後 你要知道 我們在交感神經活躍的時候 你在吐氣的時候 我們周邊的血管 會稍微打開一點 你那時候 你會吐氣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說 奇怪 我的手心 就變得有點熱呼呼的 因為周邊的血管打開來 血衝過去 我慢慢地 連我的兩個小腿 我們兩個腳 都有一點熱熱的起來 所以我們花很 一躺在床上 你的力氣是在那邊 衡量自己的呼吸 到怎麼樣的一個程度 衡量到我的手熱了沒有 衡量到我的腳熱了沒有 你沒有時間 再去想煩惱的事情 然後唯一讓你驚醒的事 就是 我是不是睡著了 那時候你就醒了 因為你不相信自己 可以睡著 因為慢性失眠的人 他永遠在那裡計算說 我千萬睡著的時候 要提醒自己睡著了 因為我要告訴我自己 我終於睡著了 結果那個時候 他就醒了 所以我們心情放平靜 用一些方法可以得到 環境很重要 室溫 不冷不熱 聲音不要吵 光線要暗一點 那寢聚要舒服 睡前活動 不要在臥房裡面做 那臥房應該除了睡眠 跟性以外 是不應該做其他一樣的活動 如果有宵夜的習慣 要吃少一點碳水化合物的 其實宵夜是一種習慣 你天天吃宵夜 有一天你忘了吃宵夜 你躺下去睡覺 你半夜兩三點 你就會餓醒 它就會降你起來補 把這個宵夜補上去 其實對我們 中老年來講 宵夜不要吃 我體重要降起來 才比較好一點 好 安眠藥 這今天我們的一個重點 理想的安眠藥就是 當然吃了就睡著了 就一下到天亮 那多好啊 醒來精神飽滿 白天也沒有藥物的作用 長期吃也不會有藥效越來越差 也不會說偶爾不吃就睡不著 那也不會上癮 口味又好 這樣子的安眠藥多好啊 如果有的話我也去買回頭吃 到目前為止大概還沒有 沒有這麼好的 現在安眠藥很多種 古時候 古時候用巴比陀岩 有一個人叫做瑪麗聯夢露 瑪麗聯夢露就是吃巴比陀岩 死掉的 有人說他是想睡覺吃了死 有人說他是想自殺多吃一點死 有人說是被這個中央情報集 捏著鼻子灌下去的 不知道 反正他死的時候 驗出來就是有這個東西 那目前這個安眠藥 因為他致死率比較高 所以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到了 少數的是用在抗癫癫的病人 就是容易癫癫發作吃這個抗癫癫用 目前已經很少了 我們年輕的時候那個濫用藥物 有紅中白板 那個就是這一類 現在也沒有了 現在推陳出新 現在藥物濫用都用別種了 第二種目前很常見的 這英文名字是 別人都在這篇 就是 這個化學構造這一類的藥物 臨床上它有幾個作用 它可以幫助睡眠 它可以抑制焦慮的反應 也就是交感神經活躍的焦慮反應 它可以抗癫癫 也就是容易癫癫發作的人 這一類的藥物可以抑制 讓它比較不容易發作 另外它可以緩和酒精精 酒精天天喝酒 天天喝酒 酒接不上來 就是渾身不舒服 這一類藥物可以抑制它的 因為它可以肌肉鬆弛 我們全身繃緊 肌肉繃緊 可以有 因為它有這麼多的作用 所以很多種藥物 有的藥物對於抗癫癫特別有效 有的藥物對於抗焦慮特別有效 有的藥物對於安眠特別有效 那按照作用的時間 有的是可以分成長效 中效 短效這幾類 目前我們臨床上用的安眠藥 兩大類 這是一大類 另外有一 最新這四五年來比較多的 就是其他類的 最常見的就是史蒂諾斯這一類 這一類的一個 感效型的安眠藥 好 我們稍微詳細一點解釋一下 安眠藥的副作用蠻多種的 它的作用就是它的副作用 抗焦慮的時候 因為我很容易緊張很容易擔心 我吃抗焦慮劑 但是它的安眠作用就變成它的副作用了 我白天吃了我就去開車開車開開開 我就打了瞌睡 就咚一屁股就 就撞到人家前面車的屁股 操作機器 因為一晃神 手就給機器割了一個指頭去 那昏沉 注意力不集中 記憶力變差這一類的副作用 就是常常共有的 那這幾年比較容易被別人注意到的就是 在晚上吃了藥以後 會發生失憶的現象 就是記不得事情 發生了一些事情記不得 那副作用在所難免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要了解可能的副作用 要避開這些的副作用 這類的藥物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那每一年大概 十個人有一個人 曾經用過這類的藥物 或者是為了安眠 或者是為了抗焦慮 或者為了肌肉鬆弛 它的針對 針對我們人體的一個神經傳導物質 就是GABA這個傳導物質 它有血統的一個作用 它促成這個血統的作用 那GABA是我們人體的大腦 身體都有作用 是一種抑制型的一個作用 所以基本上來說 是我們腦子很活躍的話 這個藥可以壓抑這個活躍的程度 所以說我整天都擔心這個 擔心那個的怎麼辦 那醫生就說那我開個藥給你回去 吃一吃讓你不會胡思亂想 就是這類的藥 就是這類的藥 那分類的話 就是短效中效長效 長效型的比較有名的就是FM2 就是被用來濫用的 濫用的 那短效型的比較有名的是Harsin Harsin是在那個Synos以前 是很有很常被使用的 也是號稱吃了就睡 第二天精神飽滿 結果久了以後 在美國就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睡著以後 後來起來就把他的同居女友給殺了 殺了他說我不記得 我不記得 打官司他打贏了 他找了一個好律師 他真打贏了 說殺了整個過程他真的都不記得 那打贏了回過頭來 他再去告這個 賣這個Harsin這個藥的藥商 那他一告一大堆人就跟著來告 結果藥商就幾乎破產 這個藥就下市了 所以現在這個藥沒了 現在藥就變成史蒂諾斯取代 史蒂諾斯遲早也會被別人這樣子告一次的 好 我們來看後面的 那短效的話 他大概都是吃下去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代謝完了 所以你吃下去一個小時還沒睡著 大概就不會睡著了 因為這藥效已經過了 那中效型呢大概作用大概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 我們就希望說你第二天醒來的時候 也已經代謝完畢 不會影響到你白天 那長效型的 像這個Valin 凡寧 或者是FM2這一類 常常作用都在十幾個小時 甚至二十幾個小時 那你晚上吃了睡覺 好 沒錯睡著了 第二天昏昏沉沉的 沒什麼力氣 就時間 作用時間就太長了 那副作用的話就過度鎮靜 或者是嚴重的說抑制呼吸中疏 剛剛講那個巴比特炎 會讓人死就是呼吸抑制而死 那BZD這一類的藥 其實不太有 有這個作用危險性不強 會發生危險的就是 跟著酒一起用 安眠藥喝一杯酒 把它一起送下去 因為他們交互作用 他們作用很像 所以就會有喝下去醒不過來了 要自殺光吃安眠藥是不容易死的 不容易死的 要是要配個酒才會死 當然也會有頭暈 肌肉鬆弛 這一類的一些問題 那階段 這一類的藥物最麻煩的是什麼 它剛開始的時候 作用都滿強的 但是當你使用個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以後 你同樣的劑量 就沒什麼作用了 你剛開始吃一顆安眠藥 哇 睡得好好喔 接著兩個禮拜以後 奇怪 同樣一顆 為什麼都睡不太好 再加個半顆吧 再加個一顆吧 再加個兩顆吧 好 所以到最後呢 就吃兩顆 吃三顆才睡得著 到時候說 我不行啊 我這樣下去我不是上癮了嗎 我不吃了 你不吃的那天晚上 你就會發現你失眠的 比平常嚴重兩三倍 這叫反彈性的失眠 階段性的失眠 因為你身體已經習慣 每天有這個藥進來了 當你這個藥不進來的時候 身體就說我要 我要 我要 我要這個藥 它就跟你吵 所以在階段的時候 第一個就長期使用 用了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更長的 第二個常常是使用短效的 短效作用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這類最容易產生這種階段的問題 越高劑量 然後突然停的時候 越容易發生這種階段的 那階段的有時候 可以發生在兩三個禮拜之後 還會出現 會讓我們的病人 一直繼續吃這類藥物 很重大的因素就是 他會告訴你說 我不吃不行 我試過 我試過 我一不吃 難過得不得了 我一吃後來就好了 所以我非吃不可 所以請你開藥給我吧 我的經驗最清楚 這其實 他到最後 不是為了本來的作用 他不是為了抗焦慮的作用 他不是為了要安眠的作用 他吃那個藥唯一的目的 就是解決這個階段的作用 這就好像喝酒一樣 剛開始喝酒的時候 小酌 喝完了以後 暈桃頭的好舒服 但最後那個酒鬼 天天喝酒 天天喝酒 為的是什麼 因為他不喝酒的時候 全身難過 必須要趕快這一杯酒下去 把那個難過解消掉 這就是上癮 所以其實 本來可以帶來的樂趣 通通都沒有用了 本來這些藥物 可能帶來的療效 都沒有了 唯一的作用只是 解決這個階段的問題 這一個問題而已 好 階段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呢 焦慮 緊張不安 比你本來更嚴重 甚至會手抖 沒有胃口 全身冒汗 很累 血壓會高 脾氣 脾氣暴躁 失去自我感 失去自我感 或知覺障礙 那就覺得說這個 現實好像有點恍惚 甚至會有幻覺 想法上會變得很怪異 失去現實感 過量中毒 尤其是跟喝酒在一起 中毒狀況就引起呼吸抑制 就會死亡 台灣現在一個 最新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斯蒂諾斯這一類的藥物 斯蒂諾斯 它的結構跟剛剛講的那個BZD 完全不一樣 所以它剛推出的時候 大家都很高興 就是說它可以少掉 BZD這一類藥物的副作用了 因為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安眠 它不能夠抗焦慮 它不能夠抗癫痫 它不能夠讓肌肉鬆弛 那不是很好嗎 我們只針對睡眠這個問題 我們有這個藥不是很好嗎 就剛開始一來 那個成長率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那這十幾年來是安眠藥的主流 你睡不著去 你通常拿到的藥 第一個拿到的藥 大概就是這個藥 那2006年的時候 全台灣用了1億1500萬 然後隔了一年 就從1億1500到1億3000萬 後面目前還沒有統計說 即使沒有統計數字 我們所知道的就是 台灣單一藥物用量最高的前十名 這個藥是在前十名之內的 包含高血壓 糖藥病 什麼那些重要的那些藥物 都在內 它是前十名的 那目前 好 目前在這個 在臨床上已經造成很大的問題 好 這個藥比較的話 它作用單純 所以只用來失眠症 它作用又很快 吃下去以後 大概真的是 吃下去半個鐘頭 你沒睡著 大概這個已經就代謝完畢了 所以第二天 不會有什麼 理論上不會有什麼作用 那偶爾有一些副作用 像頭昏 頭痛 腸胃不適 短期失憶 夢遊等等 這是偶爾會出現的副作用 長期使用 停止的時候 會有戒斷症狀 它同樣的會有 剛開始半顆很有效 接著一顆很有效 後來你就發現 要吃到兩顆 三顆 同樣的會有這種狀況 那不吃的時候 失眠會變得比較嚴重 反彈的失眠 所以這類其實還是有 它是管制藥 是第四級的管制藥 各位可能比較不了解 管制藥分很多級 第四級是屬於 算是比較輕微的這一級 像馬菲的話 這個就是第一級 第一級了 那它是管制藥 它不算 還沒有列入毒品 毒品防治條例裡面 還沒有不算毒品 因為它可以在醫師處方裡 可以拿到 可是本來 在這個建議上是說 如果你從醫生拿到這個藥的話 你應該是吃 偶爾吃 而且吃不超過一個月 不超過一個月 那臨場上幾乎看不到了 幾乎都是天天在吃的 幾乎都是天天在吃的 那你跟他勸說 這個藥最好 不要吃超過一個月 那醫生你不曉得 我不吃是不可能睡著的 我已經吃六七年了 我經驗很豐富了 你去開給我好了 那我不開給他 他就說這個醫生實在不夠醫師 反正別的醫生也會開嘛 再換一個醫生 這個藥健保局最近 非常非常的感冒 健保治條顯示 少數的人 也就是百分之五上下的人 用掉了絕大多數的 我們差不多四五成的藥物 是被百分之三四的人吃掉的 如果正常的人是吃 一晚上吃一顆的話 你可以曉得這些人 一晚上吃幾顆了 他不是一晚上吃幾顆 他晚上可能吃個六七顆 中午又吃個兩三顆 然後想起來又再吃個三四顆 因為很不舒服 他已經有經驗了 很不舒服 一吃下去就比較舒服 一戒戰症狀可以緩和 所以實際上這些人已經不吃失眠了 已經是史蒂諾斯成癮了 成癮了 非吃不可 這個很冤枉 因為我們成癮是為了快樂嘛 對不對 打鴉片是因為鴉片打下去 一陣快樂嘛 對不對 安菲他命是一下去我可以狂歡 三天三夜 那史蒂諾斯吃了能有什麼快樂呢 他唯一就是緩和那個很不舒服而已 緩和那個反彈性的焦慮 反彈性的失眠等等而已 所以真的滿冤枉的 所以劑量的紅線其實就是兩顆 如果你超過兩顆 你就表示這個要帶給你的壞處 遠大於這個的好處 我們現在這個病人如果來拿史蒂諾斯 我們點進去的時候 有的時候他會自動 跳出來一個畫面 跳出來畫面告訴你 要進到健保局一個特別的網站去 你到那個網站去 你會發現啊哈 眼前這個人是屬於高關懷名單 高關懷名單就是健保特別關懷他的健康 為什麼呢 因為他來看你之前 他也到了另外那個 某個醫生那邊去拿了 健康科士拿了多少多少 他三天以前又到了 另外一個東西拿拿拿拿 所以他現在跟你講說 我睡不好 你給我開一天 你可不可以開兩顆 其實我需要三顆 那個網站就會給你顯示出來 他這一個月 已經跑了幾個醫生 拿了多少的藥 那時候我們就直接很明確地 可以跟他講說 你超過了 不能拿了 我不能給你了 通常他都非常非常的生氣 非常的生氣 所以也有可能 他就會從口袋裡 掏出另外一張健保卡來了 我媽媽也睡不好 我可不可以幫他也拿一下 我們有一位精神科醫師 前幾天就被抓去關了 就是幫朋友拿藥 你給他開了 你給他開了 那健保學認為你是勾結 也有可能是勾結 但是也有可能不是 也有可能你不給他 他就在那邊一直說 拜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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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死了 就給你拿了就算了 那醫生就準備坐牢了 好 安眠藥 大家要曉得 如果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一定要衡量說 他給我帶來的好處 是不是比他的壞處多呢 好 正確的使用方式 剛剛已經講過了 正確的使用方式 或者是你的床頭 有一個小袋子 裝了大概六七顆 裝了六七顆 結果有一天 你或者是那天 不小心下午五點鐘 喝一杯咖啡 或者是不小心 跟朋友去看了一個恐怖電影回來 或者是那天不小心 就是心情一直想說 這個東西怎麼會找不到呢 怎麼會找不到呢 一定在什麼地方 好 某種臨時的狀況 讓你那天睡 你自己躺下去 你說我今天大概是睡不著了 其實我們常睡眠的人 是有一個直覺是很準的 但你躺下去跟自己講說 今天能睡著嗎 我給你保證 今天就睡不著了 就睡不著了 因為你有這樣子 一點疑惑的時候 就代表你的緊張擔心 就已經上來了 這個時候 打開你的藥袋子 拿一顆下來吃下去 然後開始躺下去 然後就開始吸氣吐氣 吸氣吐氣 這是一個正確使用安眠藥的方式 如果你這樣子做 還是睡不著 你就不要起來吃第二顆了 你就要想說 隔了兩個月 終於又來了一個 失眠的晚上 所以你就應該起來 把你擺了很久很久 那個很重要 很深奧的一本 你要好好研究的書 就可以拿出來看了 可以拿出來看了 看到睡著為止 不要再試圖想說 我再試試看 我再等等看 不用等了 睡不著的 睡不著的 安眠藥正學的方法 應該是這樣子的 當然你如果說 我吃一顆睡不著 我起來我就不信睡不著 我再吃個兩顆 你也許可以睡著 也許可以睡著 但是第二天呢 第三天呢 你是不是還是要再吃個兩顆呢 所以安眠藥是偶爾使用 這是很有幫助的 常常使用就不太好了 其他有一些異常的一些睡眠現象 我們來看一下 夢遊 夢遊這個病很奇怪 常常有家族傾向 在熟睡的狀況之下 他就起身了 做了一些活動 或者有的是坐起來 疊疊衣服 然後接著又回去躺著 有的坐起來 到樓下走一走 再上來又回來躺 又睡著了 從頭到尾他都不記得 這是一個夢遊症 史蒂諾斯這個藥 跟哈斯汀一樣 現在屢次被報到 出現這個服用之後出現夢遊 那我碰過一個個案 他來就是希望我證明他 證明他的 他把他的騎樓的摩托車 燒了大概十幾輛 十幾輛 然後被錄起來了 我們現在無處不在 到處都是監視器 凡走過必有痕跡 結果他就被起訴了 然後他強調就說 我不記得 我不記得 我那天早上 才又吃了安眠藥 因為前天晚上 我覺得睡得不夠好 前天晚上吃了很多安眠藥 以後終於躺下去一會兒 我醒來的時候 我覺得說好像根本沒睡著 我就再吃了一些 吃了還是睡不著 我就起來去找朋友 找朋友接著什麼事 我都不記得了 人家說我把車子燒了 我燒了 他希望我們能夠鑑定他這個 不干他的事 這就要看法官要不要取信 法官看這個人是很神智清楚的 就打開罐子 推倒 油出來以後 點了火 然後就走開 就不能相信 這個也很難 你推到那個時候 我怎麼知道你那個時候 是記得是記得 那就是你這張嘴 不過晚上起來 發生很多不記得的事情 這個在臨床上很常見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習慣性的要問他說 你有沒有過吃了藥晚上 發生做了很多事 別人說你做了 你都不記得 那現在至少有兩三層會說 是有 有啊 他們說我坐起來 講了一大堆的話 講了一大堆的話 後來又睡著了 講了一大堆的話 自己記不得講的是什麼 這很恐怖耶 旁邊是你老婆在聽 那怎麼辦 這很恐怖 嚴重的時候 就是跑出去做了很多事 都不記得 所以吃這個安眠藥 吃完了一定要躺著 一定要睡覺 不可以吃完了 一個電話響來 不能糟了 有事情 你就跑去做你的事情 回來以後不記得 因為它影響到我們的一個註記 我們記憶是需要一段時間 把它變成固定的 固定的一個神經結構 它如果被擾亂的話 你即使發生了 事後也完全是沒有痕跡的 那夢遊症跟這個 就有一點類似 這個也很常見 睡眠生理時鐘的混亂 輪三班的 小夜 大夜 白班休息 這樣子一直輪的 那有的時候 晚上是睡覺的時間 有的時候 晚上是工作的時間 你沒有辦法 建立睡眠的規律性 我們現在鬧護士慌 人家不願意做護士 不只是待遇的問題 不只是待遇的問題 有一些人就是沒有辦法 適應這個人班的生活 最後他就只好放棄這個工作 工程師 那個化學工廠 二十四小時運轉的 也都是要大業 現在連便利商店 也都是二十四小時 也都是要輪大業的 那你如果不能夠適應 這個人班的這種生活 你就必須放棄這個職業 有的人是可以 那坐飛機到歐洲 到美國 跨越時區的 你明明到那裡 你的生理時鐘 告訴你說 現在是晚上了 結果那邊是白天 你現在還不能睡覺 你要再等一段時間 才能睡覺 或者你到那裡 你生理時間是白天 那邊卻是晚上 人家叫你睡覺 你根本不想睡覺 所以這個也都會擾亂 就是睡眠呼吸停止症 剛剛講過 睡眠呼吸停止症 這是一個結構的問題 那基本上 跟肥胖是很有關係的 昏睡症 這是一個大腦的疾病 這個人走一走 就咚就倒下去了 腦波上可以看得出來 他從清醒的狀況 直接就進入了 做夢的REM階段 他沒有進到 在那個 REM階段的時候 我們全身肌肉 完全地放鬆 所以我們生理上 必須先讓我們睡著 我們睡著 躺在那邊不動 我們再進到那個階段 就不會有危險 那如果這個人 走一走走一走 突然間就做夢了 他就蹬上 就喀就垮下去了 這叫昏睡症 催眠 催眠 我們可以講說 這是另一種 腦心狀態 我們前面講 腦心狀態有很多種 清醒 睡著 做夢 被催眠也是一種 很特殊的一個 腦心狀態 在催眠的時候 他的腦波 腦波也有 蠻特別的一個分布 那 催眠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是不是所有的催眠 都是真的 那就不是了 還是在電視上 某某演出 某某藝人來 他就蹦一下 就催眠進去 那個大概十個有十個 都是假的 都是一種娛樂 娛樂 那在催眠的狀態之下 拔牙 動簡單的手術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這是真的 催眠常常被別人賦予很多 很有趣的那種聯想在裡頭 這類的小說也滿多的 好 祝您夜夜好夢 睡眠是一種正常的生理現象 我們如果能夠好睡 這是我們的福氣 如果不好睡 也只是人生一個難得的經驗而已 記得這一點 就不要因為睡不好 會有煩躁 煩惱等等 那睡眠就不成為問題了 好 謝謝各位 我想我可以接受一些問題 我想請教醫生 如果長期已經在服用 安眠藥的話 我要怎麼樣去界端 就是不要去使用量 或是盡量可以使用到不使用它 已經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 對 用一些助年紀 如果你已經習慣了 那就表示現在達到一個平衡狀態 這個平衡狀態 有的時候我們不必去擾亂它 可是這樣以後是不是對我 尤其因為我們其他的因素 而必須要長期使用這樣的藥物的時候 我們達到平衡 就不要去管它 安眠藥本身 安眠藥本身不是毒藥 不是毒藥 但是它跟我們 因為它模擬我們身體的作用 模擬我們身體 我們理想的狀況之下 是我們身體本身可以達成平衡 我們就不需要它來擾亂 如果我們的身體狀況是必須借助它 才能夠達成平衡的 我們就靠它 比方說慢性憂鬱的人 有的時候必須長期吃一些靠 抗憂鬱劑 一些助眠劑 長期慢性焦慮的人 很容易緊張擔心焦慮 它交感神經天生就比較活躍 結果它必須長期的吃一些抗焦慮劑 吃一些交感神經結抗性 也是要繼續吃的 就好像慢性近視眼的人 大概這眼睛是戒不掉的 戒不掉的 因為我在使用它的時候 達成一個新的平衡狀態 所以重點是有沒有達成一個平衡狀態 穩定的平衡狀態 可是提出現在研究報告是說 吃了以後將來對老人痴呆症 這方面會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長期吃完沒藥 很多這樣子的片段的報告 我們都不太有意見 都不太有意見 那說不定 長期吃完沒藥 長期喝酒 老了容易呆一點 也說不定 是很有可能的 是很有可能的 那不喝酒不吃完沒藥 老了就不會呆嗎 還是會呆 比例上 所以所有的藥物都是一樣 好處壞處的衡量 我們不可能因為說 可能有某個壞處 我就絕對不要它 絕對放棄它的好處 這是好處壞處的衡量 即時的好處即時的壞處 通通都有的 好 還有沒有哪一位 OK OK 有人問這個東西 Metone就是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是我們大腦 自然分泌的一個神經傳導物質 基本上它作用在一個 我們大腦的 我們大腦管那個 一天二十四小時的韻律變化 白天一晚上 白天一晚上 二十四小時 我們身體 有很多的自然性 像是跟著這個轉的 那個退黑激素是 跟它有家常的一個作用 那它有沒有用 我們知道坊間有很多賣這個的 我可以跟你講 沒有定論 有一些報告說 有幫助 有一些報告說 跟安慰劑沒有顯出差異 好 所以你要吃 我不反對 但是你不要指望吃這個 一定就會有效 如果你吃了覺得幫助很大 恭喜你 你說不定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統計數字裡 有效的這一群 好 我們藥物就是這個樣子 一個藥物要能夠上市的話 必須要那個 藥品的管理局 證明這個它比安慰劑顯著 顯著差異 就是顯著的好 我才准你上市 才准你來賣 那如果跟它差不多好 我就不准你賣 但是差不多好的 其實安慰劑都有三成有效 對不對 就是說我給你那個白開水梨 滴兩滴檸檬汁 我告訴你說這是特效藥 你吃下去三成的人就有效了 那我把這個包裝 包裝說是能量水 我就可以來賣了 不行啊 就來取締你 你說有人有效 我找一大堆見證的人 也是不行 你跟安慰劑差不多 我就不准你賣 所以 說不定比安慰劑好一點 因為還是有一些報告說 它比較不錯的 所以至少它沒有通過 當成正式的安眠藥物人脈 它沒有好到這個樣子 所以它現在是用健康食品來 走健康食品這條路走 那我就覺得 說不定這個藥 就跟你八字不合啊 工作的關係 我要常常化 對 沒有通過你常常是用在那個 乙輪班嗎 OK 因為它常常是輪班工作的 少數研究說有效的 也是輪班工作的 但是有的人有效 有的人沒效 所以你如果沒效 那你放心 他們的作用機制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是針對的是Gaba那邊的 跟沒有通勁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如果要一起用沒有關係 OK 還有什麼問題 醫師請教 導眠靜定 一般是外科醫素素前的 幫助睡眠的 這個長期吃有什麼副作用 什麼藥 導眠靜定 導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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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一種安眠藥 對 它是一般短效的外科 短效的 所以長期使用 那你為什麼長期使用呢 因為會有這個像說睡不好 睡不好 那你那個藥 其實基本上就是 跟史蒂諾是什麼 這完全是 同一類嗎 同一類的 也是這樣 那俗稱的黑金剛呢 我不曉得 血面是什麼 他們都俗稱黑金剛 我不知道 因為我跟你講 坊間上現在的安眠藥 大概就是 就是坊間的 是醫師開的藥 它是說比較強的 那我要另外講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藥物 有協助睡眠的作用 比方說抗憂鬱劑 有些抗憂鬱劑 它的副作用 就是會讓人睡著 那這個副作用 有些人就 我要用這個副作用 來當睡眠 因為你這樣講 我真的不曉得 因為我們藥實在太多了 但是我現在講 通論來說 就除了我們剛剛介紹 這個純粹的是 你去看醫生 那個醫生說 因為你安眠藥 給你這個藥物 其他還有一些藥物 可以幫助睡眠的作用 第一個就是抗憂鬱劑 抗憂鬱劑 那醫生當然不可能 因為你睡不著 抗憂鬱劑給你 但是我只要再寫一行書 他心情不好 那就可以開給你了 但是抗憂鬱劑 有抗憂鬱劑的副作用 抗精神病藥物 針對多巴胺的結抗劑 或什麼 它也有個很不好的副作用 會睡覺 我們我們的住院病人吃了 整天就昏沉想睡 那這個副作用 有沒有人來說 那我協助睡眠好了 也有人這樣做 甚至有一些新一代的藥物 也宣稱說 治療精神病要用兩百毫克 那我們治療睡眠 睡不好只要二十毫克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來吃我的 這些都還沒有取得 那個藥品管制局說 可以用來這個用途 沒有 但是說不定有人偷偷拿來用 有 比方說抗主治安 感冒藥吃了會不會讓人睡覺 會啊 那我沒有感冒我睡不著 我吃一個感冒藥可不可以 可以啊 也有人這樣做 也有人這樣做 因為這一類的藥物 都各有它的一些副作用 感冒藥吃了嘴巴就乾乾的 你願意付出嘴巴乾乾的一個代價 來昏昏沉沉睡著 那我也沒意見 可是這樣長期對乾肅啊 或者是說 所以就不可能長期嘛 就不可能長期嘛 任何的藥物你幹嘛要長期去吃呢 不是醫生 我覺得長期你知道 其實我覺得我這個生理期啊 像現在才四十幾歲 那生理期本來從五天會變成 變剩兩天 我不曉得是不是跟安眠藥 服用有相對 這跟安眠藥沒有關係 跟那沒有關係 跟另外那個 另外的那個 脫萌痣這一類的藥物有關 好 跟其他的 跟我們精神科其他的用藥有關 這個這類不影響 沒有影響到那個 好 有沒有 第二個問題先答 我沒聽說過 我沒聽說過 高山症 高山症基本上是你的 你在那個地方 你的氧氣供應不足 那 目前已知的治療藥物應該跟 Stynox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第一個問題 驗尿 驗尿有兩大族群 第一個是小孩子 小孩子 小孩子那個 那個 他的 那個 擴躍機的控制 還沒有完全 完全成熟 那 隨著他慢慢長大就好了 跟做夢有沒有關係 其實應該不是在做夢的時候 應該是睡得最深最熟的那個階段 好 那 另外一個 驗尿的 就是我們 我們年紀大的男人 但女生有 女生是 產婦啦 產婦 但是產婦不一定要驗尿 產婦白天打個噴嚏 就會剩尿 那 男生 前列腺的問題 到最後 不容易尿出來 白天想要尿尿不出來 晚上在完全放鬆的階段 太滿了 就溢出來 那 是不是做夢 我想也不是 那你知道白天把它排滿 做夢跟一個有關 跟一個有關 跟男性 性功能有關 性功能有關 男性性勃起的話 在做夢的時候會勃起 那所以甚至有那個 宣稱自己性無能的 宣稱自己性無能的 那 睡眠實驗室就請她睡覺 請她睡覺 然後 那個 腦波顯示在做夢的時候 然後量一量她的那個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翹起來 又翹起來那就跟生理無關 那就是跟心理有關 跟心理有關 對 那個時候是做夢的階段 排尿的話大概沒有聽說過 好 OK 好 我聽過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 我從來都不做夢 我這個人永遠從來都不做夢 這個按照生理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把她弄去腦波接起來 告訴她說你現在在做夢了 她也回說我沒做夢 因為醒來就忘掉了 第二個就是說 我從來都不曾睡著 因為我一直在做夢 這個你要跟她解釋說 做夢是睡眠的一部分 你有做夢表示你睡著了 恭喜你沒有失眠 沒有失眠 這是真的 你有做夢就表示一定睡著了 尤其我們在 你說腦波一直在轉 是指我們接上去的那個 還是你是形容詞 他自己的形容詞 那沒錯 我們在做夢的階段 腦子確實是屬於 最活躍的一個階段 這是我們生理所必須的 必須的 我碰到這樣的人 我就跟他講說 我孔醫師天天都做夢 我一直希望我能夠把我的夢 記起來寫起來 可是每次都記不住 記不住 夢境很清楚 常常做過 但是你記不得的 記不得 當然很清楚 夢裡那個時候說 這個夢實在太好了 我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結果醒來就忘了 唯一記住是一個感覺 感覺 有啦 像那個 片片段段的 整個故事很難 有的時候你起來想一想 躺下去還可以續集 你希望有續集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有人對話 那當然 請大家檢討一下 你們做夢是黑白的 還是彩色的 黑白的 要注意 因為這個是有 有人是黑白的 有人是彩色的 這是確實的 好 那很簡單 有沒有夢到彩虹 有 如果你夢到彩虹 那你就是彩色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時間 我們不記得是黑白或彩色 一定是某種現象 你會在夢裡說 我真的看到彩虹 我真的看到有顏色的時候 你在夢裡會提醒自己說 原來我的夢真的是彩色的 必須這樣 你說自己是黑白的 也未必 你下次碰到有顏色的場合 你再看一看 你再看一看 原來彩色有什麼差別 那像這個 他在做夢的時候 可是他還是可以聽得到外頭人在做什麼 那這樣子算是在睡覺還是在做夢 這是很正常的 那有一個研究就是 托兒所 托兒所 小孩 一大堆小孩子 一大堆小孩子 那個做媽媽在這邊 嘟嘟嘟嘟嘟嘟 那別的小孩哭 他都不會醒 他的小孩一哭 他嘟嘟嘟嘟 就醒過來了 我們做醫師的要值班 要值班 我今天晚上我沒有值班 我睡覺 那個電話鈴響的再想 我聽都不聽 一直睡下去 但是我今天值班的話 那電話一想 我就醒了 我們睡眠的時候 不是對外界完全不知道 不是的 不是的 外界的訊號 時時刻刻都是進來的 只是我們的腦子 在給它過濾掉 要不要處理 要不要處理 這過濾到是有選擇性的 你做夢的時候 他這個人正在做夢 還跟你講來講去的 對不起 他第二天不記得了 他不記得跟你講一些什麼 這個 要逼供也是用這種方法 不給你睡覺 所以在半醒半夢的階段 說你連要講謊話的那個 那個彎都彎不過去 你覺得很容易就講真話了 好 好 好 請問一下 晚上 愛睡的時候 差不多是一點想睡覺 躺下去就精神來了 睡不好 每次二明星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都睡 那就是叫做那個 視眠症 這不是我描述的 這是一個真實的 描述給你們聽一個 失眠者最常碰到的一個狀況 最常這是很普遍的 這是所有安眠藥開始使用的 就是這樣子開始的 就這樣開始的 躺下去一個小時睡不著 很慌吧 很慌吧 心裡想說糟糕了 睡不著 對不對 以前有沒有睡不著過 有嘛 滋味不太好的時候 今天又要那個樣子了 對不對 那一緊張起來 我看不可能睡著的 你再躺一個小時也是睡不著的 再多躺一個小時也是睡不著的 其實你說那個時候精神很好 也未必很好 因為你那個時候叫你起來 做一些什麼樣的工作 你會覺得還是做不太來 不是像你白天那精神很好 做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也做不來的 那個時候只能起來 做一些無關緊要 不需要太多大腦 但是還是要做的事情 學生就看教科書 現在沒有毛衣可以打了 現在沒有毛衣可以打了 洗衣服 洗衣服現在都洗衣機了 也沒有人用在那邊手洗了 反正就是要起來 就是要起來 找一些事情來做 找一些事情來 寫個信或者怎麼樣都可以 或者整理相片都可以 因為你在躺的一定是繼續睡不著 安眠藥可不可以睡著 可以看劑量對不對 劑量 重到把你打倒為止 就這樣子 但是那個睡眠品質其實不好 第二天你會覺得很累很累 其實重點就是 那晚沒睡好 又怎麼樣呢 不會怎麼樣 就不會怎麼樣 只是 你要 我看你也是很容易失眠的人 我們就必須接受 我說因為我也是 我們就必須接受 兩三個月 你就會有 至少兩三個月 你就必須有一次 所以那次來的時候 你就會告訴自己說 啊 再來啊 就給它過去啊 就這樣子啊 不要因為這樣子 而開始 吃安眠藥 其實用安眠藥的人 常常在個性上有一點 個性上有一點就是說 我的生活我要控制得 好好的 安排得妥妥蕩蕩的 所以我幾點鐘要睡覺 我今天要睡多久 才會睡得高 我的事情才會做得好 如果沒有按照這個計畫 安排做好 我就會覺得怎樣 我就會覺得 我覺得我的人生有點失敗 有點失敗 這種的基本上的一個心態 會讓我們說 那樣子可不可以 有一個直接的方法 讓我直接睡著吃藥 我們肚子餓的時候 可以直接吃飯 我們睡覺的時候 其實不能夠直接吃藥 人生有一些東西 是不能夠直接挑的 比方說好了 比方說愛情 愛情就不能像點菜一樣 一點就來嘛 愛情來的時候你也不知道 走了你也不知道 睡眠也是一樣 睡著的時候你也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你睡著了 你會提醒自己 我好像睡著了 下之間就睡著了 這些都是我們不曉得的 人生有很多模模糊糊糊的地方 這就是人生嘛 就給它這樣過去 所以幾個月失明一次 沒什麼了不起啊 好 好 今天 你能不能講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我還有一張嗎 我還有一張沒有了吧 有一個好處 貓 貓 人生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是要有好好的寵物 睡不著的時候 有一個貓在旁邊摸一摸 心裡就平靜很多了 想說貓啊 你怎麼睡得那麼好 我都睡不著 你都可以睡 他很容易放鬆 他很容易睡覺 沒有 因為我們前面看那個動物的 你就知道 貓每天睡眠時間 那個十六七個小時 十六七個小時 對 所以貓睡覺是應該的 我們這樣講 老天沒有叫我們活那麼久 對 老天真的沒有叫我們活那麼久 結果我們現在就活了那麼久 我們不需要 他生理上已經不需要睡眠那麼多 因為我們又不需要長 我們現在一直都在衰敗 衰敗 不需要再長 不需要再那麼多睡眠 所以你有一個角度 你可以想說 我活不久了 有一個角度可以想說 老天知道我活不久 所以讓我少睡一點 可以多一點活躍的時間 這樣子來想 應該就這樣來想 所以這麼多公園 蓋了都是給我們用的 對不對 你問那些笑人 有幾個人進公園去走過 那些公園都是我們在走的 對不對 青年公園 新公園 哪一個中登記 你看 你看早上四五點五六點 在那繞著圈散步是誰 就是年紀大的人 對不對 年紀大的人 我碰過有一群 就是嫌自己 每一天的時間太多了 太多了 一天二十四小時 只能夠睡五個小時 剩下十九個小時 怎麼辦 沒事做 沒事做就希望的 給我藥讓我吃了好睡 這其實蠻可悲的 所以十九個小時 我就說你要把這個時間 排得滿滿的 滿滿的 幾天到幾天 那治療失眠有一個 有一個最激烈的手段 以前我有那個病人 他就宣稱睡不著 我們就給他收住院 我們做的唯一事情就是 不給你睡 不給你睡 你要累了 我們這個活動完了 接著是這個 這個完了就不給你睡 但最後他睡著了 他不相信他睡著了 事實上我們沒有 不睡覺的本事 每個人都一定會睡覺的 所以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可是我說那個 有高血壓的人 是一定要睡的嗎 沒有這回事 只是很多高血壓的藥物 確實會影響睡眠 高血壓的藥物會影響睡眠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這一類的藥物 它可以肌肉放鬆 可以協助高血壓的治療 好 今天非常高興 我本來預期只有五六個人 就想到什麼的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謝謝 我們黃醫師 黃醫師 黃醫師熱烈掌聲 謝謝黃醫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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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